俄罗斯宣布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之后 乌克兰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 详情交给丽如 好 没错 跟财彦说的一样 现在俄罗斯把这个战术核武部署到了白俄罗斯 这当然也引发大家的关注 尤其是很担心说乌俄战争会不会有可能真的 最后会爆发成为核战争呢 所以现在乌克兰就呼吁安理会 应该要召开这个紧急会议 我们就先来看普辛的说法 普辛先前宣布了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而且他也说这其实就跟美国把战术核武 存放在德国 意大利等等欧洲的基地是一样的 似乎也想借这样的说法 冲淡外界对俄罗斯这个举动的一些质疑声浪 不过我们来看 这当然是踩到了很多国家的敏感神经了 尤其是乌克兰的外交部 他们就说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应该要立即召开这个特别会议来进行对抗 那也来看一下专家分析 专家认为俄罗斯可能会透过 这个战术核武来进行攻击 因为战术核武是针对比较特定小范围区域来进行攻击 而非强而有力的战略核武 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战略核武 通常就是比较长城 而且比较大范围的攻击的一个武器 那现在欧盟呢也放话了 欧盟说已经准备好要对白俄罗斯来进行制裁 但是呢这个制裁的力道到底有多大 有没有可能有效的话 还要看看后续这个行动才能够有效的来做判断 例如外界很关注的是中俄之间有没有建立所谓的军事联盟 但是普京反控说西方有新轴心体系吗 好的 说我们讲到普京 他其实一直以来呢 很常是说一套做一套 所以说习普两个人虽然对外的都说 他们没有战略投盟 但是呢引发了国际上非常大的迟疑声浪 尤其是在习普两个人会面之后 你可以看到当时两个人还举杯来对敬酒 所以呢也展现这个好交情 甚至呢也说要加强双边关系 所以呢大家当然就会很担心说 两国会不会是一个战略投盟 而且大陆会不会提供武器给俄罗斯呢 尤其我们看到这个敏感的时间点 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 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呢 大陆跟俄罗斯是签署了这个 无极限伙伴关系协议 那我们来看一下普京的说法 普京认为呢 没有跟大陆建军这个军事投盟 一切都是透明的 而且他说双方是没有秘密 那么针对外界有说能源跟金融过度依赖大陆呢 他还说这是心怀嫉妒者的观点 另外呢他还反控说美国跟北约要建立新的轴心体系 就像是类似纳粹跟德国意大利日本二战的联盟一样 借此要对抗的是俄罗斯跟中国大陆 那么也有人在说习近平之前呢 长期以来都不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且只提了12点的和平计划 也在怀疑这是不是为普京争取时间的新共识 例如外界也非常关注俄罗斯他们拥有的战术核武数量 听说是美国的10倍有这么多吗 好的确根据这个部分流露出来的数据显示 的确竟然是高达了10倍之多 所以就沉入我们刚刚所说的 到底这乌俄战争会不会进一步爆发成为核战争 这样子的核威胁呢 其实现在是笼罩全球 让大家都非常担心的 我们就来看呢 普京之前宣布了将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这个战术核武 似乎呢警告北约的意味也相当浓厚 特别是可能同时也是要见职美国 那我们就来看呢 其实呢1996年来呢 俄罗斯不曾宣布境外部署核武器 那换句话说呢 这一次就是1996年来的头一遭了 不过呢普京也说 并不会把这个核武控制权移交给白俄罗斯 所以他认为是并不违约的 那么就来看呢 美国现在拥有200枚的B61战术核武 有一半呢部署在欧洲 包括的国家是意大利啦 德国 土耳其 比利时 还有荷兰这些国家 那另外呢 还要来看到的就是有美方人士透露 说俄罗斯拥有2000枚的有效战术核武 是美国的10倍 而且呢可以搭载像海陆空飞弹啦 鱼雷啦 还有飞引导炸弹 特别在这个准备要进攻之前呢 可能会派前这个潜舰入海 接着会做飞弹的戒备 还会调派战略轰炸机 不过呢到底会不会发动呢 目前其实呢 掌握权都是握在普京的手上 那么当然更多的新闻讯息 你可以扫描的是 我右手边的QR Code 下载TPBS的新闻APP 就会有更多消息提供给大家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